作词 李宗盛 玄奘大师的一生的这样的一个 他复兴中国佛教的历史意义 就大概归纳成上面的这几点 当然就是原先有的问题消弭的 就像郭老师讲的 原有分宗立派的情况 这个时候好像没有新的宗派再出来 唯一只有一个就是后来那个密宗 要不然几乎就没了 那像郭老师说的 不是说是无缘无故就突然间消弭的 不是 那是有原因的 另外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对于禅宗的影响 这个请郭老师 大概后来可能还有发言中 他们就是从后面去算 从地址地址然后去算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都是 应该是归于一整体佛法 因为即使是余杰实地论文也知道 也说关于这个实地 实地品应该去看 如今所说就是说法言 基本上教门所说的经典它都是一贯的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有说哪一部 是你要特别举出来 甚至举出一部论来分为一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知道说禅宗 它本来就是教外别传 不然亲证会很困难 亲证很困难就是说你都知道了 那人家问你那真如在哪里 或你亲证的真如是什么 那你亲证的真如有什么体性相用 有办法说吗 那你当然要先找到它 所以找到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关键 以前禅宗的话就是你能找到就开始算了 这样 当然找到就很困难 因为这件事情很难相信 它必须要有善知识的提息 在这种情况下 禅宗就是来做这些事情 就是在这个佛法 在这个说佛世界 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奠基的工作 为什么反而是奠基的工作 因为这世间的人 在经典上说的是比较严厉 是属于不可治的众生 不可治的众生的情况下 都是用有相去求 有相去求的话你要修新地法门 几乎是没门 可是在这个情况 我们还是可以知道 禅宗主师用着悲心 然后来射受大众 然后不断的一代一代的 然后将这个禅法传下去 然后让这个教门法也慢慢可以透过 禅宗的这些方式来得到讯息 那今天的情况又更好了 因为我们本来看到禅宗是有产生断代 我们因为禅宗最兴盛的就是唐宋时期 然后现在平时倒是出来了 所以我们又回到了以前了 以前的话就是有玄奘大的初识 所以把中门所应当 要能够提息大众学人的 教下的一些知识 知见 然后倾道出来 等于是把福德给大家 让大家就可以知道 那现在也是情况 也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大善之士 真善之士 他以着高绝顶的一个正量 来提息大众 禅宗就是因为有玄奘大师的出现 所以禅宗才能够一发开午夜 如果教下没有玄奘大师的提倡来支持 那绝对要走得非常辛苦 是 达摩祖师是以能学金来给慧可 二组慧可来印心 这是三转法轮的经典 那到了五组红人 又是以金刚经 二转法轮波勒的经典 来让六组慧能得以开悟民心 那这二转三转法轮经典 在禅宗来讲 其实是可以汧通的 可问题当时教门没办法汧通 这被等玄奘菩萨把更多的经论带回来 然后翻译出来 乃至甚至于在成为世论当中呢 就指明了真见到就是要证得第八阿赖耶士 那这个跟禅宗的广宏 能够一花开五叶呢 那是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因素 这部分郭老师是不是也简单 给我们说明 这在成为世论郡三 大家可以看到一幕 以入见到诸菩萨众得真现观名为圣者 彼人正解阿赖耶士 就在能够呢 入这个大圣见到的菩萨呢 他们呢 这真见到开始实际上都是现观成就的 然后这个圣见到成就以后 他们就称为在大圣菩萨里面修学的殊胜者 因为为什么呢 要说它是入见到或说是见到 因为它能够正解 就是清正圣解阿赖耶士 第八阿赖耶士就是呢 禅宗的一个清正标的 因为这个是 就是呢 佛法所说的第八是本是 然后它是一切诸法的根本因 因为这根本因常有呢 诸法的种子因 所以有根本因和种子因 就不会让呢 世间的一切诸法变成无因生 所以阿韩一直在说啊 非无因做 就是非无因生 那到底因是什么 在阿韩经呢 并没有明说到很清楚 愚痴的人就会想说 反正怎么做都会有个业力啦 然后业力呢 就会呢 蚕服在你的这个身心之中 可是讲的不好听 什么叫做业力 业力是谁生的 而且业力的果霸是在哪里 实际上世间的人并不清楚 那连这个都不清楚 怎么还会有真正的云原果霸出生呢 比如说A杀B 某甲杀某蚁 那它果霸是什么 如果呢 它以称心来杀 果霸霸是在地狱 那你想 它自己会做的当下 自己自然出生一个业力 让它自己去下地狱 而且还跟这件事情 要偿还某蚁的一条命没有关哦 因为他去地狱之后 他一个人去哦 某蚁也没有陪他来去 某蚁也不会在旁边看得很高兴 也不会 也说 因缘果霸呢 它的身 身广 是众生难以了知的 所以没有办法 然后说怎么生怎么生 那也就是说 布派佛教一切呢 都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呢 这么深细的这个大圣法 所以呢实际上 要有呢 听证这个法 本识 释迦如来 来演说 有个本识 有个识 它是本有法 然后这样来开显八识论 实际上呢 在阿含经里面就有说了 然后也透过呢 雪庸大师赵呢 成为识论 然后我们来知道说 原来第八阿吏耶识 这个呢 就是证悟的标的 因为呢 正真如就是不能离开 这个识 实际上它是唯一的亲识 因为呢 真如就是第八识 它本身的体性 离开了第八识 就没有真如 好 虽然这些问题呢 其实在一千多年前呢 玄奘大师其实就已经 凯定把它解决了 可是因为近几百年来 这个包括中国的 本身的比较衰落 所以所谓西风东见 那么日本又是急着要脱衙入欧 导致整个对佛法的研究呢 又倒退到玄奘大师呢 当时在印度所看到的情况 乃至又夹杂的后来更复杂的一些问题 这个是我就这样子 莫洽 挺好 你的嗨 因为是来着